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在一天的时间里面国台办批了赖清德批了赵绍康评价了侯友宜也批了美国人 其实从国台办的这个表现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大陆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解决台湾问题他不是玩的一个阴谋轨迹啊解决台湾问题他就是开大门走大陆玩的他就是阳谋 方案就在这摆着你爱怎么选你就怎么选选完之后承担哪个后果他也就完事了呀那国台办现在的这一番表态啊代表的这个阳谋他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国台办在同一天的时间里面批了赖清德啊批了赵绍康啊评价了侯友宜批了美国人这整体的一个态度上的展示他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大陆啊 这就是要加紧的解决台湾问题啊也就是啊你台湾内部有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包含外部的美国跟台湾有什么样的联系啊 对于大陆政府而言我都会有相应的一个反应啊国台办在同一天的时间里面评价了那么多的人和那么多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事情啊 他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上的展示未来我要施压你有什么样的动作我也将要做什么样动作来回应啊 然后你就承担那个啊我做动作的时候你就承担那个啊那个代价就完事了呀 这就是国台办在同一天的时间里面做出的这种态度上的展示给大家所看到的啊 然后再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跟大家讲国台办啊评价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啊 他代表着什么呢他代表着这是一个统一的一个阳谋大陆啊统一台湾的一个方案就在这摆着 你就看国台办讲的这些话就啊就清楚了其实啊国台办评价这个赖清德啊 这个东西啊能够让大家看到啊国台办或者说大陆政府如何统一台湾的 但是的话啊这个如何统一台湾的方案咱们放在后面聊一聊 咱们先来细节的看一看啊这个国台办啊对于赖清德呀赵少康啊 这个侯友仪啊包含美国人呢到底是如何来说的呀 咱们先看看新闻的本身啊首先啊这个关于赖清德 首先啊这个记者提到啊这个赖清德啊最近接受专访时称啊 如果说我赖清德当选啊两岸的战争的风险啊将会降到最低啊 因为我赖清德的路线最正确也是国际社会的做法 国台办啊这个发言人陈兵华啊表示啊第一句就是台独啊意味着战争啊 这话就直接讲在这儿了玩台独啊你就是战争啊 民进党当局啊顽固坚持台独的立场不断推高啊台海形势紧张动荡啊 然后把台湾一步步推向兵凶战危的啊一个境遇啊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当局的头年人物啊 自诩台独的工作者却说自己当选风险最低 你们信吗台湾民众啊会相信吗 我看他连他自己啊都不会相信啊 总而言之啊算是嘲讽了一通啊这个赖清德不过也提到了 对不对然后选台独等于战争都在你敢做台独的事 说台独的话就冒着战争的一个风险 对总而言之赖清德如果上台玩台独死路的一条打仗嘛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先简单的讲一讲啊 对台的武统的战争其实特别的一个简单 你包含你看一看现在大陆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准备各位就明白了啊 真的是特别的简单解放军想要付出声明代价 来统一台湾对不对其实都很难 你全是无人的装备了 对不对先是啊这个远程的火箭炮覆盖一遍 把台湾岛上的啊能够打击的一些重点的设施 全都跟他打一打雷达战呢 什么导弹的基地啊什么这个啊什么这个机场啊 全部给他炸一炸对不对 炸完了之后有些同学说了啊他能藏起来 他也能够啊把这个机场再修好可以没问题 对不对你在炸的同时你天上啊飞过去什么 无真八对不对就这种啊能够当卫星使的这种无人机 对不对在天挂着多挂几个对不对 而且无人机嘛他没有什么呢 他他没有他没有驾驶啊对不对 他没有飞行员呢 然后他他不会那么的累 你就一直保持啊多少架无真八 一直在台湾的上空上面挂着对不对 然后呢同时间你再飞过去啊双尾歇嘛 双尾歇啊挂满了这个啊这个对台湾的这种精准的这种炸弹 一个啊双尾歇能能带一两吨的这种炸弹 你就挂着就行了 比如说啊那个机场啊台湾那边要修了 炸一炸雷达又推出来了 炸一炸导弹的这个发射架又推出来了 炸一炸你炸到他不敢露头 对不对为什么呢 因为双尾歇啊这个航行的时间飞行的时间可以高达3536个小时 你不让双尾歇飞那么久让他飞24个小时 对不对轮班倒对不对 你啊先来几百架双尾歇在这飞着 二十二十四小时快到了 你这边再来再来几百架对不对 无人机没有飞行员不会累 天天在那挂着天天炸你 真要打对不对 想怎么打怎么打 全是无人的对不对 有些东西说了啊台湾那边也有方空啊 对不对 有爱国者的导弹可以打 你打呗你爱国者一枚导弹多少钱 双尾歇那是什么 双尾歇原来是顺丰交给四川腾盾 腾盾用来啊用来做啊 这个快递的这种无人机 运快递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无人机 他便宜啊 商业公司他看中的就是你的飞行飞行的这个长度 长度你的航程 看的是你啊能够飞多久 仅仅就也就是这些参数而已 一家双尾歇的成本极低 对不对 而且他载的东西还多 你要打有本事你去打那个打那个无人吧 几万米的高空在那挂着 你打的潮吗 所以说呢 就是说哪怕你让他打 你让他打行不行 他那因为爱国者多少钱 哦 谁的钱谁知道 对不对 虽然是想要打台湾 那就是简单的一个状态 但是啊 这个这个国台办啊 还是啊 真的是佛心来的啊 告诉你我的方案是什么 首先走台独 那就是打仗 打仗什么方案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总而是台湾人自己掂量 那个结果就行了 而且国台办啊 这个关于啊 评价赖清德还讲了一句啊 我要强调的是啊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 反对台独 维护和平 乃人间正道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这是啊 评价赖清德 然后评价赵少康呢 评价赵少康更加的有意思啊 因为赵少康啊 提到什么呢 提到啊 我们国民党永远反共 然后国台办啊 这个开始批啊 赵少康 对不对 说啊 这个关于啊 这个和这个 希望台湾啊 有关的人士啊 多说利有利于啊 两岸和平稳定的话 然后唯有以对话啊 取代抗争 两岸政治分歧 才能逐步的化解啊 然后呢 多做有利于啊 增进两岸互相啊 互信理解的一个事情啊 总而言之吧 然后的话啊 重申啊 这个祖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 希望所有台湾民众 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样 追求统一啊 积极参与到啊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我跟各位讲啊 国台办现在是个说话呀 真的是有点放开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去讲 希望所有台湾民众像追求人生幸福一样 追求统一啊 为什么这话你听起来啊 非常放开啊 也非常的好听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有意思了 什么背后的意思啊 你不追求啊 这个 这个这个统一的话 那你追求的那就不是人生的幸福啊 那可能对于你的人生将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啊 台湾的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士啊 好好地想一想 这是针对赵少康 因为赵少康讲那番话 其实他对于大陆能够产生影响吗 产生产生不了影响 总而言之吧 你国民党现在有几斤几两 对不对 有本事你现在针对民进党 你能干得过民进党 你再说来干劳共 对不对 在那我永远反共 没有用的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记住对不对 小心啊 记住自己人生的幸福啊 还有自己的后代的幸福啊 然后国台办啊 也评价了这个侯友谊啊 因为啊 这个记者提问啊 国民党籍台湾地区啊 领导人候选人 然后侯友谊近日发表 其两岸的这个政见 包括什么两大目标 三个监督 通管道啊 四个战略纵深主轴 等等等啊 一些内容 然后表示啊 若将若当选啊 将推进与大陆对话协商 交流合作 然后请问啊 这个发言人有何评论啊 然后这个陈兵华啊 也不算直接回应这个侯友谊 但是重申了一下 一些自己的一个内容 但是又借着侯友谊 相关侯友谊这个问题啊 评价了一下台湾岛 然后提到啊 这个双两岸双方啊 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开创了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荣景 给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啊 也为亚太地区啊 这个繁荣稳定注入了一些啊 正能量 但是民进党当局2016年上台后啊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勾连外部势力啊 谋独挑衅 把台湾一步步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成为危急地区稳定的最大乱源啊 当前啊 这个台湾这个面临何去何从的十足路口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关系就能重回和平发展正轨 两岸协商谈判就可以恢复 什么事情都可以谈 都好商量 衷心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 然后啊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再创繁荣发展新局 总而言之啊 只有说针对回应啊 何友谊啊 这段话 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啊 软软软软啊 怎么又在提醒着台湾 提醒着国民党 你是觉得软 但是这是外交的一些啊 外交用语的一个方法呀 好听的话 我跟你说近 但难听的话 我不是不说 也说了 这段话啊 你得你得看到啊 国台办讲这番话 他到底有有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啊 就是说把那条出路 放在这了 这就是那个阳谋 你接受啊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咱们就可以谈 对不对 接受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就可以谈 就特别的一个简单 对不对 你愿意接受就接受 你不愿意接受 你不接受 为什么呢 看一看2016年 民进党上台之后 对不对 将两岸推到了兵凶战危的 这样的一个境地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接受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你有活路 咱们能谈 不接受 跟民进党一样 是吧 行 没问题 两岸兵凶战危 就是打骂 其实你看似啊 国台办在回应赖清德 回应侯友谊 内容上有点不一样 但是的话 但是的话 其实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活路给你留在这 路也给你摆在这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赵老康 然后讲赵老康 就是讲到了你个人的幸福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 总而言之 你可以看到 国台办对于台湾的选举 其实没有那么的在乎 我说什么话 那是我愿意说什么话 对不对 什么干涉台湾岛的 什么伟大选这些事 你一边去 你那个爱选谁选谁 你想选谁选谁 跟我大陆这边 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 我现在就是听你台湾岛内 上面的这些政客 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你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你就要准备好 要付出相应的内阁代价 就行了 现在对于国台办而言 我就是把大陆 对不对 统一台湾这个方案 摆在这了 啊 这个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你得啊 得做出来 对不对 做出来有活路 不然的话 对 你就是啊 这个台独就等于 等于战争 对不对 让两岸就会兵凶战威 你自己选吧 这就是大陆的方案呢 对不对 能谈就谈 不能谈就打 这就是已经摆在这了 对不对 而且呢 还有啊 关于啊 针对美国人的一个反应啊 咱们看啊 这个国台办是如何评价美国人的 因为美国人啊 这个这个有一个啊 这个2024年啊 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要给台湾啊 提供武器的援助啊 那国台办说了啊 你美国现在这样去做的话 就是啊 粗暴干涉啊 中国内咒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向台独啊 这个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的一个信号啊 然后呢 这个国台办还称啊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在台湾问题上 然后对中方所做出的啊 严肃的政治承诺 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 不得实施上述反案 设台啊 消极条款啊 立即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毁台 害台的行径 停止介入台湾地区选举啊 就关于啊 这段话 就国台办命令美国人 对不得实施上述反案 设台的消极条款 大家已经看到了啊 大陆这边是如何卡住美国的 可能有些东西会说 美国不听 美国不听是吧 美国不听 醒啊 没问题 你破坏了台湾海峡的 这个和平的这个现状 对不对 你以无力的形式 破坏了和平的稳定啊 然后呢 然后咱们中美就没了谈 你美国那些问题 你美国自己解决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 其实啊 讲到这儿的时候 讲到了中国对于美国的态度 大陆对于台湾上面的政治人物的这个态度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方案了吧 外部卡住美国 然后呢 台湾岛内部有什么样的人 说什么样的话 做什么样的事情 咱们这边就会有相当动作 你做出好的事情 有好结果 你做出不好的事情 有不好的那个结果呀 其实也就是像我之前跟大家讲那样 现在对于台湾岛这样的一种反应吧 也就代表着一种训话 你说什么样的话 对不对 我就怎么样对你 听话给你颗豆吃 对不对 不听话就挑你一下 这什么啊 这不是驯化小动物吗 这也确实日没辙 是台湾岛内部这些人自己多出来的呀 对不对啊 其实啊 大陆对于台湾岛这种驯化 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嘛 关于AQFA 段AQFA12项啊 那个台湾所生产的那些化工产品的关税的减免 这个事情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的话 那未来你选错了 那你对于台湾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不是我大陆的责任 大陆已经真的是啊 佛心来的慈悲心了 大慈大悲啊 都得这救苦救难了 现在方案就已经摆在这了 你想要怎么选吗 其实就是啊 一个烂苹果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 那就是让你飞黄腾达的神仙果 你要哪个 你非得让你吃那个 让你中毒的那个烂苹果 那我能帮得了你吗 我还得拿着那个好苹果 那个让你飞黄腾达的那个仙果 往你嘴里边塞吗 对不对 你自己不会选 那就赖不得别人了 对不对 活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你是巨婴啊 还是怎么着啊 让别人哄着你 其实这就是啊 大陆未来的一个方案 那走人就把台湾自己看 未来将往哪个方向去走啊 为什么跟大家讲啊 就国台办对于赖清德的这个评价 其实代表着大陆的一个阳谋 你民进党上台 我也不担心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嘛 现在国台办对于啊 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发言 无所谓 对不对 想骂谁骂谁 想说谁说谁 然后说什么影响台湾内部的选举 你爱谁上谁上 对不对 什么赵少康侯友宜啊 什么赖清德 我挨个平一面 对不对 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爱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 我绝对不会喂你吃 对不对 你自己选择 哪个好 哪个不好 哪个是死路 哪个是活路 你自己选择 这就是国台办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呢 你看到了啊 对于啊 赖清德的这个评价 哪怕赖清德的死活都不承认啊 自己是台独 你从啊 这个赖清德发言人 对于啊 这个对于这个国 这个德国之声啊 这个采访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问他 你是不是啊 要放弃台独挡 对不对 我是个国家 我的名字就叫 中华民国 你问他对不对 你要不要啊 这个放弃台独建国的一个理念啊 我明 我就是个国家 我就叫中华民国 对不对 他自己死活都不承认 但是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对于你是不是台独的定义 在在大陆这里啊 民进党上台 哪怕你上台 你扭扭捏捏 只要你不放弃台独挡 只要你啊 不放弃啊 不反台独的话 就有理由 对于你是呀 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国台办对于国民党 赵少康啊 侯友依的那个评价 讲得很清楚 要反台独 你民进党反不反台独啊 你不反台独是吧 其实对于台湾岛来说的话 真的是啊 可能悲剧会到来 之前跟大家讲过 很多同学认为啊 武董台湾啊 那才是啊 最爽的最通牌的 那才让大家最解气 你真的是要讨厌台湾 说实话呀 真的是啊 你这个这个ECFA呀 经济上的这个行为啊 才对于台湾的伤害 它是最重的 武董台湾 那七十咔嚓 你给他干下来了 也就啊 开始解决问题了 解决台湾问题 可能瞬间啊 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 也就解决掉了 但是真正最痛苦的 就是经济 对不对 人活着 钱没了 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人生中 人生之中 最难的一件事情啊 之前 这个啊 大陆这边断掉了 台湾岛的这个ECFA里边啊 十二项化工的这些啊 商品吧 然后这种 这种啊 算是关税的减免的 这种补贴啊 这个大陆取消了 这个事情 我之前跟大家讲 特别的可怕 为什么 因为台湾岛三个行业吧 在台湾岛内部还能够拿得出手 这个小机械啊 小机械制造 对不对 这个东西啊 基本上已经没落了 因为台湾岛跟东南亚的关系啊 因为大陆啊 日本啊 之间在小小机械啊 产品相关的一个竞争 台湾那边直接 直接小机械产业啊 活不下去啊 然后的话 台湾的小机械产业完了 最近这些年 然后还有台台积电的啊 这个芯片制造业 台湾岛的啊 这个芯片制造业 美国人还眼巴巴在那盯着呢 对不对 这样三大米的厂 已经搬去了美国 美国一直在强调 台湾岛生产的芯片 将会威胁全球经济啊 这样这样的一种话 都已经扔出来了 如何不威胁全球经济呢 美国商务部长 美国财长 耶伦都曾经讲过 厂子搬去美国 就不威胁全球的经济了 这真是台湾岛的芯片制造业 如果台湾岛依赖着美国 美国必然于去于求 台湾岛自己选 对不对 这是两个行业了 还有一个行业就是化工啊 这是台湾岛能够拿得出手的行业里面 还算是啊 能够赚钱的一个行业 台湾岛的化工行业 可是呢 它是工业啊 大家得知道啊 大陆这一动作就会让台湾岛的化工产业 失去大陆的这个市场 失去了大陆的市场之后 台湾的这些工业的这些企业 包含像台塑这种企业 它的工厂倒闭 它要再造出来 它再建起来 那就难了 它是工业 工业投入非常的一个巨大 产出的时间 想要盈利的时间挺长 所以说呢 你只要让它这个行业如果出问题 工业如果出问题 台湾岛台湾人的生活必然要受影响 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出现了 AQF断这12项 对不对 关于化工 关于工业的商品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如果我是台湾人 真的是要感觉到害怕了 对不对 那台湾岛呢 它的反应呢 自己掂量 未来还会再断什么 那就自己等着看就行了 大陆现在的这个表现 已经表现的很清楚 不管谁上台都无所谓 只要你说的话 做的事情有问题 接下来像断AQF断什么几项啊 这种产品 然后给你取消什么关税的减免 这种事情会逐步的还要再做啊 方案都摆在这了 你不听 你非得要顶着来 顶着来呢 肯定对不对 就像对于台湾岛的这个大选的态度一样 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什么 这就某一种的驯化 反正让你疼了 你自己知道 你疼了之后 你你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你爱做什么反应 做什么反应 因为台湾岛台湾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方案就摆在这了 很多同学可能觉得不痛快 就得得一下弄他一下啊 一夜之间改变 台湾岛想要解决啊 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一个问题啊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这是中国历史一流的一个问题 不说别的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关于啊 这个A科法一断啊 如果完全断了 台湾岛的新台币直接变为废纸 人活着钱没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最痛苦 可能很多同学听着啊 确实很爽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台湾岛的经济垮了 新台币废纸一张了 统一台湾确实变简单了 统一台湾变简单 可是台湾岛的经济没了呀 对不对 你得去扶贫呢 之前跟他开过玩笑啊 然后的话去台湾岛扶贫啊 老公很很擅长 对不对 然后教你种蘑菇嘛 对不对 你种蘑菇种的好 你的生活啊 也会变好 所以说呢 给你扶贫 但是啊 你扶贫也需要人 你扶贫也需要钱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很多的大陆的同学 自己想一想 你去让你去扶贫 你去扶贫吗 对对 让你拿着自己的青春 让你好费着自己的精力 去扶贫 然后呢 国家还得花着钱 对不对 比如说国家的税收 政策上能够花的钱 就是国家的税收嘛 税收也是啊 大家的钱 拿着钱再去扶贫 你干嘛 对不对 你要付出代价的时候 你自己想想 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对于两岸来说 其实都是如此 那怎么认知吧 这也算是啊 大陆最后的 对于台湾的 这个佛心来的了 你爱怎么选 你就怎么选 对不对 其实对于大陆也是一样啊 看清楚大陆的一个政策 大家已经明白了 其实台湾岛 这个这个问题吧 解决与否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结果 美国帮得了台湾岛吗 卡住美国 把美国卡去外面 对不对 那谁还能够啊 对于台湾岛 能够啊 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外部几乎是没有了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 看一看东北呀 看一看东南亚 东南亚跟中国的一个关系 看一看东北呀 韩国跟日本的矛盾 都快起来了 对不对 韩国倒向中国这个态势 基本上不可逆 然后呢 台湾岛呢 周边没人了 谁能拉台湾一把 都得给台独一点 希望你是找不到的 哪怕你去看看日本 你看看日本的经济 对不对 什么啊 这个机器里边啊 这个人均GDP 最最低的一个国家 连意大利都比不上了 这个啊 这个日本的这个这个GDP啊 什么啊 这个排名还在往下去掉 还有日本的这个进出口 一直逆差一年多了 日本想要拉台湾 他也拉不了啊 你指望谁台湾现在 对不对 韩国跟日本啊 都在撑压 东南亚跟中国合作的 那叫一个火热 对不对 包含最近出现的新闻 燕尼那边啊 这样说台湾人想要入境 必须得填 China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就这个态势已经起来了 如果说台湾不选择 那条活路的话 周边这些国家 都会对于台湾岛产生压力 为什么 因为你台湾如果伤害了 中国的利益的话 那你就伤害我们的利益 为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对不对 然后跟中国的关系 代表着啊 我这些周边这些国家的一个未来 谁敢碰台湾问题 伤害的就是自己的一个利益 看日本就知道了 日本之前碰台湾问题 碰到今天 你看日本的经济 你就明白了 韩国也碰了台湾的问题啊 你看韩国买得着尿素 买得着化肥吗 韩国的通货膨胀能解决吗 对不对 谁碰台湾问题 谁倒霉 那未来谁会碰台湾问题啊 对不对 台湾如果再搞事情的话 你就会成为那个麻烦制造者 总而言之吧 台湾的 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生存的空间 全被围在这儿了 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围 不仅仅是啊 大家看到环台湾 环台湾岛军演 那种军事上的围 政治外交经济 全围上了 你想跑 你跑啊 你跑到哪儿去啊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未来 达安就在那里 解决方案 杨谋 对都在那里 自己去选吧 台湾的未来定在这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今天这一期啊 就留在这儿了 谢谢各位啊 谢谢大家